哎呀 你看这疯狂 绣得多好啊 哎呀皇儿啊 下次再给父皇绣一幅 绣一幅二龙细珠 不不不不 这个二龙细珠太多了 你干脆给父皇绣一幅 那个狮子鬼绣球吧 皇上 公主这次是去养病 是火破金形 谁知道 她现在跑回来了 金火可是不兼容的 谁也不知道 这个凶相是否已经化解了呢 皇上 奴才已经跟青天剑推算过了 上次是 火星将至火破金形 公主去避暑山庄暂避一时 现在已是逢凶化吉了 对 从此就可以保住 大唐国事日盛千秋吉夜 父皇红福齐天 寿比南山 皇儿这一幅避得好 好 皇儿啊 不愧是父皇的福星啊 啊 父皇 儿臣又一事相求 哦 说 岭南队赢了今年的积聚大赛 现在每个人都想一睹他们的风采 儿臣知道父皇马上要在大殿赐风 可以让儿臣参加吗 父皇 求您了 嗯 绝对不行 你身为公主 金枝玉叶 怎么能在大殿上见人呢 成何体统啊 皇上说得对 皇宫六院讲究的是礼教德行 为天下典范 公主你要是抛头露面 那皇上岂不被天下人笑话 嗯嗯 对对对 哎呀 父皇 哎呀 皇儿啊 你要是想看呢 父皇倒是有一招 嗯 躲在屏风后边看 嗯 哎呀 哎 王爷这是怎么了 啊 哎 王爷这是怎么了 好 好 青菜萝卜 糟糕了 糟糕了 娘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儿子快被你吓死了 你知不知道啊 糟糕了 有多糟糕啊 你爹在厨房做饭哪 做饭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爹只要埋头到厨房做饭 那就是大事不妙了 哎呀 你放心啊 你夫君是个大英雄了 不会有事的 正所谓 人道绝路喝杯酒 柳暗花明吃之饺 哎呀 你说的倒是轻松啊 现在王府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赶快帮忙想想办法呀 啊 娘在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哎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免礼平身 谢皇上 朕今天要赏赐 四年一度的积居大赛冠军 今年的冠军得主是 陵南队 谢皇上 退朝 爹 这郭家军是三连吧 今年不能蝉联 不觉得可惜呀 哈 大唐江山是人才辈出 乃我皇上之福分 有人能胜过郭家军 哎 紫衣应该高兴才是啊 啊 哈哈哈哈 郭爱卿不愧胸襟广阔 看卫天下典范 来啊 将赏赐的物品端上来 是 是 嶺南队此次果然不同凡响 击败郭家军夺得冠军 郭家军 今年此人不能缠联 啊 果然是鸡军英雄啊 他的双眼有股射人的气势 哎 哎 哎 哦 画不好我要你的人头 臣尊者 全 秦南队教头臣尽果然不负阵望 臣尽啊 上前听风 小民在 草民郭爱叩见皇上 愿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啊 郭爱 到底是怎么搞的又是这头猪啊 郭爱 怎么又是你啊 草民有事禀告皇上 好 起来讲话 谢皇上 郭爱 皇上正要刺封岭南队 你来打什么刹 哎 就是万万不能刺封啊 啊 这 呃 分阴阳王 叫你的儿子自重一骗 岭南队比赛违规 理应判输 怪 那 让他妈家说 谢皇上 是啊 岭南队球员之中 并非全是汉人 这样 已经违犯了比赛条例的第一条 参赛球员 必须是原地居民 你有什么证据 我们当中哪一个不是汉人 就是你 胡说八道 我要打死他 这头蠢猪 不稀弄 我不是汉人 你凭什么 我凭什么 就凭你壁上的图案 就凭这么一个图案 你就断定他不是汉人 你也太不断了吧 我肯定这个图案 是来自北湖的 因为在几年前 我曾经跟一个来自塞外的商人赌钱 最后他把身上的钱都输光了 就连一个身上仅有的羊皮酒壶也送给我抵债 陈少堂壁上的图案 是我无意中发现的 之前我还没怎么怀疑 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图案是不是一模一样 这就是你了 不 我不是北湖人 我是彻彻底底的汉人 陈继就是我爹 你们要是不信的话 可以直接问我爹 那么请问一下陈老先生 你儿子身上的图案 是从何而来的 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少堂小的时候 他母亲不小心在厨房里把它烫了 那我又要问了 陈老太太当时煮什么东西 用了什么厨具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 那个图案 才会跟这个酒壶上的图案 一模一样呢 那是巧合 巧合呀 陈老先生 我劝你在皇上面前 还是说实话了 欺君犯上 罪该处斩 你应该很清楚的 你 皇上 皇上恕罪啊 姑 姑爱说的 都没错了 少堂 并非小民所生 当年 小民是在大唐的边陲之地 把他带回家的 那年他才两岁 正在压压学语 公主 爹 小堂 爹一直没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你原谅爹 不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爹 皇上 岭南队之中 并非全是汉人 此时小民早就知道 的确是违反了比赛规则 岭南队 甘愿认输 臣妻 以深明大义 朕免你一死 那朕就重新宣布 今年的冠军是 郭家军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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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冠主 谢皇上 恭喜恭喜啊 爹爹爹 诶 全靠地颜外 别多讲 别多讲 应该的 应该的 以后有事别太担心了 没什么 休息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应该的 应该的 这个国家军冠军失而复得 朕要好好地喝几杯 平儿啊 你不是要赏赐冠军队伍的吗 今天他们来了 你可以给他们赐酒啊 我才没这兴趣呢 他们分明是输了 却用旁门左道的手段 硬要把自己推上第一名 真不要脸 嗯 什么意思 我说他们无耻 哎呀 你不想去就别去 不能捣乱啊 嗯 你还是回井宫去吧 嗯 哈哈哈哈 郭爱卿 皇上 郭家军再次取得了 积居大赛的冠军 四连冠 可喜可贺呀 今天哪 真得好好地跟你喝一杯 谢皇上恩典 但老夫受之有愧啊 哎 郭爱卿 不要总是妄自菲薄 好 郭家有这几位出色的公子 他日一定可以更上一层楼 也许以后就是朝廷的栋梁啊 哎 哎 尤其是郭爱 哎 郭爱 是 皇上 凭着你的机制 才挽救了郭家军的败局啊 多谢皇上夸奖 郭爱只是无意之中揭发此事而已啊 哈哈哈哈 好一个无心插柳啊 哈哈哈哈 坐下吧 坐下吧 谢皇上 哈哈哈哈 嗯 哎 诸位请假 咱们碰一杯 哎 金王 真差点就忘了呀 嗯 你跟郭爱卿打了个赌啊 当时说如果是郭爱卿输了 就要关闭上午堂 可现在郭爱卿赢了 你就得吃那两筐菠萝了 哈哈哈哈 是吧 哈哈哈哈 皇上所言甚是 那不过 哎 只是说笑而已 哎 说笑 君无戏言喽 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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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 都还行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匠 Imm息 ść 少堂 你真的不跟我们回去吗 是少堂害得岭南队 输掉冠军的荣誉 我实在无颜面回去 见岭南的父老 各位 各位 对不起 爹 请说少堂不孝 爹没怪你 但是我原谅不了自己 也接受不了自己 我到底是谁 我从哪儿来 该我哪儿去 我不知道 所以你想留下来 追寻自己的身世 我只想找到自己的生生父母 到时候 一定会回到岭南 再报答爹多年来的养育之恩 爹明白了 你自己保重 爹 您也要保重啊 甘愿 小心 王爷 疼死了 慢点慢点 王爷 第几次了 没有十次也有八次啊 从宫里回来 就腹如大雷炮火连连 这回真是屁股都开花了 王爷 慢点慢点慢点 一筐菠萝啊 一整筐啊 都是郭子怡 要不是他 本王就不会受这个罪 对 这个郭子怡 有仇不报非君子 这个仇本王早晚要拔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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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家里吃饭 穿得那么漂亮干嘛 哎呀 儿子 你今天终于给你娘出了一口恶气啊 哎呀 你娘终于可以抬头做人了 三十多年来 我 我 和花今天 终于是最疯狂的一天了 找到了 你看 怎么样 怎么没见你穿过啊 十年前买的新衣服 我今天就要穿着它可怕到这一天了 这十年前买的新衣服 我我 我 怎么也要今天穿着它风光一下 娘 这是十年前的衣服 你现在发福了 穿不下了 哎呀 儿子快来帮忙啊 今天我一定要吃了一下 来准备啊 一二三 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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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下我也要穿 好了 哎呀 你还喘得过气吗 当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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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人 二夫人 你们看菜都好了 就先吃呗 还要等我荷花 你看啊 要折我福 哎呀 没关系 今天你跟顾爱是主角 来来来 快坐快坐 那 那我就不客气了 来来来 那我先走了啊 三太太 你今天穿的这套衣服可真漂亮啊 对呀 现在身材特别好 六弟啊 酒菜都准备好了 这样啊 我们先敬你一杯 好 来来来 来来来 敬你一杯 来来来来 今天爹不在 大家不用守规矩了啊 哇 不得了啊 尝尝看 尝尝 哇 好吃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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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弟啊 来来来来 我再敬你一杯 来来来来 好好好 吃吃吃吃啊 来来来 多吃点 多吃点 来来 爹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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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吃 快吃啊 你们这是干什么 怎么样 我们今天呢 再给爱儿开庆宫宴呢 是啊 你来喝一杯吧 这顿饭是为爱儿准备的 是啊是啊是啊 爹 你喝一杯 你们大家 都觉得很高兴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 这意思啊 六弟 他是功不可没 对啊 你看你说的 你也觉得自己做得很对是吗 很对我不敢说 只不过呢 老爷 我又做错什么了 本来我们这次输 也输得堂堂正正 可让你这么一闹 我们是赢了 可是赢得如此没有脸面 两兵象征 那是要战得光明磊落 阴闲始产以节仁短取胜 那是圣之不五 一筹万年 哼 哼 你们慢慢吃啊 这酒没人喝了吧 我带走了 我带走了 我困了 困了 那那 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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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咱们去休息 何花 你看你今天穿的什么衣服 这么难看 赶快回去把它换了 是啊 何花 你这身衣服十几年前的了 都过时了 还穿在身上 够难看的 吃饭了 我从小到大 他就算是不理我 也从没打过我 为了揭发陈少堂的事他打了我 我要断绝父子关系 不要记着那些不开心的事 来 我们陪你喝 对 舍免陪君子 喝 来 憋了一肚子的气 落霞在就好了 哦 说了半天是想见落霞呀 不行啊 喂喂喂 你到底是受了气苦啊 还是相思苦啊 我苦就要吐苦水 成不成啊 是不是不行啊 是不是不行啊 行行行 我们陪你喝啊 来 对对 喝喝喝喝 今天刘少心情很不好 没有落霞来帮她通气 她说更麻烦啊 舍不得 舍不得 郭公子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已经找你一整天了 你找我干什么啊 你别要找我麻烦啊 我在皇上面前说的 全部都是有根有据 没错的 要错也是你错在先 你怪不了我 你既然知道我是北湖人 一定知道有关我的身事 请告诉我吧 我哪知道啊 那你看到我那个图案 就知道是北湖人的标记 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那你认识的那个北湖人 一定知道她家乡所在 我和那个北湖人只是一面之缘 大家萍水相逢 我不知道她从哪里来 也不知道她往哪里去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那那个图案是什么意思 那你自己去找答案了 我又不懂北湖文字 郭公子 好了好了 我去趟茅厕行不行啊 来来来来 我先坐下坐下坐下 坐下坐下坐下 一起坐下坐下 喝一杯啊 再来一鼓酒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上酒啊 筷子筷子给你啊 又酒来了 那你看他 好 好 来来来来 来来 真倒霉呀 在家被爹打 在这里被他纠缠 不用 我这肚子疼 我去趟茅厕 去趟茅厕了 天黑 我陪你去玩 走吧 走走走走 走快快快快 六少王 就这样走了 陈少棠还在那边等你呢 谁理他呀 爱等就等了 他如果真的不走 等到天亮怎么办 你们说有谁笨到从天黑等到天亮的 走啊 也是啊 走走走 客官 这天都亮了 我求你醒醒好回去休息吧 还在这儿坐着 该走就走吧 我还要等郭公子 我已经帮你找过了 没这个人呢 郭公子说过 他叫我在这儿等他 就是因为你害得我整夜没睡觉 你到底走不走 你走不走 他说叫我在这儿等他 走走走走走走走 他说要我等他的 他说要我等他的 我警告你啊 以后不要再来 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 滚 滚滚滚滚 公主 您又想出宫啊 没想到还是祥公公欣喜体贴我 你一定有办法的 对吗 公主啊 你就饶了奴才吧 您上次那什么治病离宫 我这大脑袋差点就没了 再说了 这次出宫有什么理由啊 还有啊 您公然从这宫门出去 这次肯定是不可能了呀 公主 您就饶了奴才吧 您饶了祥公公行不行 祥公公 你拿杯茶给我吧 好好好 公主啊 我跟您说啊 喝了这碗茶以后啊 您就好好休息 休息完了呢 那就一了百了什么事都没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 你好大的胆 竟然打坏我的茶杯 不是奴才我呀 哼 你可知打坏本公主心爱的茶杯 是罪该万死的 公主 您到底是怎么样啊 你说呢 快走 怪就怪你自己 谁叫你打破了公主最心爱的绵羊杯 我告诉你 你让你条狗命算不错了 赶紧给我闻 以后别让公主再看到你 听见没有啊 说你呢 站着 身平公主有令 把这宫女牙赶出去 我现在告诉你 公主心情不好 谁要是办事不利的话 她说打就打 说骂就骂 下一个倒霉的还指不定是谁呢 看看吧 不用不用 快走 走 快走啊 哎呦 你快走啊 快走 快走 别再回来了 哎呀 生平公主果然是聪明伶俐呀 哎 剑梅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心梦留守公主 剑梅在身边保护公主 公主放心 公主啊 我们现在去哪里呀 当然去找陈少堂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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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难道是昨晚染了风寒 哎呦 不是吧 赶快到盛夜房 喝她几碗老酒 去去风寒 哎呦 哎呦 你啊 嗯 你真厉害啊 哎呦 知道我病了主要给我喝啊 你瞎说什么 你爹病了 不会吧 嗯 昨天他骂我的时候中气十足 伤翁的耳光雷霆万钧哪 打得好 该打 哎呦 你 你还在生你爹的气啊 没有啊 我没怪他 是他诚心让我不好过 好了别说了 看看你爹去吧 啊 郭艾呀真不长技 酸样王府的脸啊 都被他丢尽了 是啊 这个吴逆子分明是来讨债的 不肯英宫积居 专门往那旁门左倒钻 没出息的东西 借人隐私多歹多啊 我们国家胜之不武啊 是啊 鲜鲜有训 一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汤啊 最不孝的就是海爹生病 就是啊 六帝实在是难辞其旧 这简直就是落井下石挑拨离间 我没做错凭什么骂我 嘘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行我要和弟说 你要说等他病好了再说 他现在在气头上 你再跟他解释他也听不进去啊 好了好了 你的委屈娘都知道 是非公道自有天理 那不跟他们计较 好了你先进去吧 我在外面等你 大家都在呢 老爷 药间好了 让我来 老爷怕药苦 这个幸福 你该 知道了知道了 好了好了你下去吧 是 怎么每次总是他闯祸呀 好好管教管教六弟 是是 叫他去收租吧 每次回家都惹爹生气 就是了真是的 知道了 小姐 小姐 你要去哪儿啊 你没听人说吗 陈少堂有家归不得 本来是个万人景仰的英雄 可如今却落难他乡 这都是郭艾那个天杀的所害 郭艾你害了陈少堂 我绝对不会饶了你 不用说啊 肯定是受了家族启示 大家不谈家事只谈风月 好 粗啊 六万 快啊 好 给你给你给你 山鸡 大鼻子刁民害我踏破花鞋 喂 你可别喊血喷人啊 你忘了谁救你的 你巴不得我御允相消 早登极乐呢 我心情不好别来惹我啊 放手 好 不放怎么样放又怎么样 你说呀你说 你不要逼我啊 我打瞎你的大眼呢我 你这个卑鄙的小人 你陷害陈少堂 人家饱受煎熬 你却在逍遥快活 当心遭报应 陈少堂陈少堂 关你什么事啊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想怎么样啊 他是犯规在先 取消他冠军的是皇上 你找谁都找不到我呀 你这个无赖流氓 野蛮人 挨千刀的 我不准你侮辱陈少堂 喂 还给我 还给我 喂 还给我 好啊 你要吃糊 你要的是红粥 我让你要红粥 你这个臭婆娘 是啊 我是重点针对陈少堂 那又怎么样啊 他冒充南方人 大骗子卑鄙下流 捉狗不如 你追捧他呀 那么你也就是 自甘堕落 死路一条 红粥 王爷 郭子怡抱恙 已经三天没上朝了 郭家军反败为胜 郭子怡理应耀武扬威 招摇过世 郭子怡风诸残年 他还能威风多久啊 王爷风华正茂 要铲除他指日可待 可是他又七子八戌啊 郭子怡在朝廷的势力 举足轻重 那是因为郭家世代为官 父子深得皇上的信任 团结就是牢不可破的力量啊 王爷您的意思是 七个儿子 只有一个能继承世子的位子 你说是兄弟有功呢 还是固肉相残呢 郭爱卿 你近来身体可安否 好 谢皇上关心 微臣只是略改喉不不失 恕臣直言 焚羊王年事已高 国乌又繁忙 小舟难以重载 这焚羊王 何不及早选立世子 以助己一臂之力啊 好主意好主意 皇叔所言非虚啊 你有七子八戌 虽然四子五子在外任官 可在京城之内 你就有五位公子啊 郭爱卿 你意欲立谁为世子啊 微臣尚未决议啊 世子肩负着匡夫社稷的重任 所以一定要精心挑选 绝不能掉以轻心啊 可是郭爱卿的公子各有千秋 这世子之位只有一个啊 启禀皇上 大唐素来以科举制度 选贤任能 这郭大人家选立世子 可以来个大比试吗 比试 对对对 那就是公平竞争嘛 皇上您大可以安排一个 充满道智斗勇 而且又有趣味的比试 这郭家的几位公子 可以从中表现他们的才能和智慧 皇上您亲自评判 当然了 其中表现最出色的 那当然就是最佳的世子人选啊 震荡评判 有趣有趣 黄叔啊 这件事你负责安排 臣领旨 这是 一 那我看 21 formation 快点 快点 您不够 快点 快点 这会儿就这样 就这样 我郭家三代 累世为官 这把金刀 乃先王御刺 外地强弩 内除奸命 上斩昏君 下诸弄尘 这把刀 是我郭家的传家之宝 当年我爹把这把刀传给我 要我克哨祈求 此以我 忠心报国 幸不辱命 只是 岁月不饶人哪 老爷 你还一点没老吗 还是那么神采奕奕嘛 是啊 老爷 你老当义壮 老人民间 谁说我老了 江场杀敌 我郭子夷永远冲在最前头 强弩外族 见我郭家军旗 无不闻风丧丹 由我 焚羊王 大唐定宝 百年平安 如今 我要把这把金刀传给子孙 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老爷 您有七个儿子 这把金刀您准备传给谁呀 都听着 国家将立世子 谁当世子谁就掌管金刀 传敌历长 阿耀是兄长啊 世子之选必须智勇双全 将来保家卫国 当然 为了公平起见 皇上提议来个竞赛 并亲临监督 谁要取得了胜利 就把金刀交给他 阿培阿妩驻守在外 叫他们回来吗 不必了 他们二人已有公职报效大唐 那 郭蜀年纪尚小 所以我决定 在郭药 郭干 郭西 你们三个人之中挑选一个 老爷 什么事 老爷 您 您还遗忘了六少 您还有一个儿子 乖呀 我差点忘了 乖 你就一并参加吧 娘啊 让我一部位是垫底的 你别说了 哎呀 当然才假啦 你也是王爷的儿子嘛 假把劲儿 也一定有机会的 哎 这瞎跑罢了 高兴个什么 他说得很对呀 论贤德 大哥是不二之选 论才智 三弟才精明过人哪 哪里哪里 二哥文武兼备 当世子再合适不过了 老爷 你看他们兄弟几个 胸有帝宫 活向孔荣让离呀 你们大家要全力以赴 谁胜谁负 都是我们国家的好子孙 我们一定竭尽所能 为国家争光 对 这样好了 散会了 休息了 啊 总不能一辈子不上街啊 出去会会他 乖 你为何撒谎 我撒什么谎 上次我找你 你叫我在有德九站的了 我等了五个时辰 你等了五个时辰哪 整整五个时辰 直到天亮 怎么了 我在茅厕里也蹲了五个时辰哪 出来你都走了 算你是好汉 还想怎么样 大丈夫一言九鼎 承诺过 就必须遵守 做人该懂便通 见不到我 你就应该回去了吗 我无家可归 你怎么没家呀 你家在岭南哪 你赖在京城干什么呀 那是我养父的家 不是我的家 我要寻根 我要知道自己的身世 我要你帮我 我怎么帮你呀 我又不懂北湖文 我又不知道你身上的文字 是什么意思 喂 长安对外交通频繁 你随便找个北湖商人 就知道了 我找过 也找到了 是吗 那你身上的文字是什么意思 是你的名字吗 我问遍了客栈所有北湖商人 其中一个告诉我 那个不是文字 是一个图案 可能是某个部落的标记 那我懂了 就好像牛家村是只牛 马家村是匹马这样了 总之 线索中断了 郭爱 你再仔细想想 送你羊皮水囊的那个商旅 有没有告诉过你他的名字 他的家乡 哎呀 时间太久了 我真的不记得了 我跟他萍水相逢而已 他怎么会告诉我他的名字呢 连你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 你再仔细想想 你再想想看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你走吧 一天查不到身世 我是不会走的 你不走啊 我走 你是我唯一的线索 请你帮帮我 你真的不走开啊 我不走 那我 我一拳打下去 我送你送你到老家去啊 洛江 大爷 到了 大爷 到了 鸭江 喂 你在干什么 郭大人 是你呀 陈少堂 请 冬茶 有劳了 有劳了 陈公子今日到访 不知何事啊 我是想请郭爱帮忙 寻找我的身世 对 这解灵还须戏灵人哪 我早说过 我帮不上他的 树高千丈 落叶归根 在下身份未明 父母的养育之恩也未报 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他们 难为陈公子一片苦心 忠义可敬 郭爱 你得帮帮他 我都说过了 事情过了这么久 我记不起来了 陈公子啊 你就暂且住在舍下 一言即短 两人即长嘛 总有一天 这郭爱会想起来的 谢王爷成全 陈公子真人比画像还好看 高大英俊比胖还帅 陈公子 帮我签个名吧 我也呀 我们最爱看鸡君 你是我们的大英雄 对 别挨着陈公子休息 来日方长 还怕没有签名的时间吗 陈公子 陈公子 帮你先把英雄脱下吧 不用了不用了 不用了 各位请赞助 各位请赞助 别好了 别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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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浅 什么 你毁了我的银角蟋蟀 起码五十两赔钱的你 你是为国家军弟子 闲事该多多练功 切莫玩物丧志 我是为国家军弟子 我就算天天玩蟋蟀 用不着你管 好了 你能告诉我 那个北湖商里的事情吗 我都说我不记得了 你是不是有病啊 别说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